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下面我们下面进行这个320A的凉杯的一些更换 首先我们准备一下那个相应的320A的凉杯 还有一个凉杯那个拖架 好 我们怎么换呢 这两个 第一个首先把这个凉杯放在这里 找到凉杯那个槽 对应上面我们这个凉杯 手架那个放上去 对应这个孔 我们都放上去 对应那个孔 我们轻转一下 这里有个拖 好 这个更换好一个了 我们转转到这边 方便我们更换一个角 这边再拿一个胶拖架 放到这个位置上 再重新拿凉杯 这个拿那个底拖 再连下去 然后对应底下那个胶拖 我们照着那个哪 好 两个定好位了 我们再轻轻的 旋转一下 好 这凉杯都安装完成了 就安装完成了 好 现在又进行下一个凉杯安装 也是一样 找到交托 放在底下 找到凉杯的两个耳拖 对应两个卡槽 进行安装 好 我们找到那个卡槽 好 厚住了 进行安装 我们进行下一个 调到这个位置 方便我们安装 好 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找到卡槽 拿上胶拖 放在底下 对应那个孔位 好 进行安装 我们安装完成 现在我们就进行一个凉杯的凉层的调室 我们现在这个凉层的凉杯的话 是根据现在现有的高度 这个是高度差 进行凉室的 比如说我现在的物料是要 比如说是100克的 现在我要调到120克或者130克的情况下 我就要把这个凉杯的凉层 这个要加大 会往下走 那怎么做呢 我们就要通过摇把 把这个凉杯给往下降 你看 你看 顺时针的 往同一个方向走 我们这个凉杯的话 就会缓缓的往下降 根据我原来的高度是 刚才是70mm的 现在我是去到了那个85mm左右 所以增加的凉层的话 就是会增加那个我们的下料量 再根据我到时候我调完那个下料量的情况下 再根据那个那个落料量 来调试我们这个这个高度 在这个高度的情况下 我们想要物料那个克数变少的情况下 减少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这样调就是转转 我们旋转把逆时针方向旋转 调到我们大致所需的高度 来减少我们那个克数量就好了 就是这个调整方法